我們測了同件種之間 關於推重比的一個加速度的變化 也就是推重比越大 它的一個加速和減速的話 是越明顯 或者說越快越好 那這期的話 我們看一下戰略艦和航空母艦 在不同艦種之間 它的一個加速和減速的一個差異 那我們先說一下 戰略艦和航空母艦的話 它的一個達到引擎權功率所花的時間是相同的 那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油門拉完它需要一個時間 然後戰略艦和航空母艦是相同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然後黎賽流跟馬克斯 英脈 英脈慢 它們兩個的推重比基本相似 然後航速也相同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一個加速度的話是怎麼樣的 那這個過程的話 我們會發現 不管是黎賽流還是馬克斯 英脈慢 它們的一個航速在同一時間的話 基本一致 那我們是不是在加速過程中不同艦種或者說在戰略艦和航空母艦之間的話 它們其實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那我們這邊再測一下減速 減速的話也一樣 它油門拉板也是有一定的時間 那在遊戲裡面它是沒有顯示的 但你在解包或者說在數據網站上 你可以看到戰略艦和航空母艦所需要的引擎 所花那個滿功率的時間一個 向前是60 向後是40 但這個沒有帶單位啊 所以說它只是一個值參考的 實際是多少的話 有人順出它這一個60還要除以2.7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在減速的過程中 每一秒相同時間內的一個航速也是基本一致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作航空母艦和戰隊艦 它在加速和減速上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那測穩戰略艦和航母 我們再測一下戰略艦和防衛 那我們一樣取推重比相似 航速相同的兩個目標 那這裡的話值得注意的是 戰略艦和巡洋艦所花的滿功率時間是不一樣的 巡洋艦會快一點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前期加速的過程中 防衛或者說巡洋艦的一個加速會比戰略艦快 也算說快好像也快得不多吧 因為它們推重比也差不多 那我們在這個30節之後 我們也會發現 左字艦跟防衛這一個航速的差距是越拉越小 基本上就是可以看作是相似 就因為如果說排除掉這一個 板功率所花的時間的話 我覺得戰略艦和巡洋艦在加速上 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 你要發現它們兩個其實相差也就兩秒 非常小 那我們再測一下導船 導船的話戰略艦和巡洋艦也不知道有沒有區別 但是我們會發現好像防衛的減速會快一點 而且到1分之1速之後就拉開了差距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這個是因為滿功率 所需要的時間不一樣導致的 我們先看一下結果 不過向前加速的話 他們達到滿速的話只差了2秒 但是停船的話好像更慢 左字艦所花的時間可能超過了5分鐘 6分鐘 7分鐘吧 大概7分鐘 那我們再往後倒一下 剛剛是口誤17秒不是7分鐘 我們也會發現防衛比起左字艦 在導船前期的話也是倒的比較快的 也不排除吧 我也只能說也不排除是引擎功率的 這個所花時間的問題 但是向前跟向後的話確實差距比較大 我們發現向前的話 他們達到一個相同行數 也不是說相同行數吧 叫急速的時候只差了2秒 但是導船的話 他們整整差了7秒 一個是2秒一個是7秒 其實還是差的差別比較大的 差別比較大的 那我們看一下導船的話又是怎麼樣的 按理來說 航數比較慢 或者說航數低的情況下 他們兩個的差距應該不大 你看 你看 倒船 或者說引擎向後出力的情況下 他們的一個時間的差距就非常的明顯 這10幾秒了好吧 都10幾秒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停船 那其實這一個停船 倒船到停船這個過程跟0到滿速的過程是一樣的 引擎都是向前出力 也就是說船被引擎向前拉 那倒船的話我們是向後拉 那我們也會看出引擎向前的時候區別不大 而向後的時候 區別還是比較大的 那沒事 既然向後可能有比較大的區別的話 我們再拿德陸1 或者說巡洋鍵而去做對比 由於的話 我找不到一個比較適合的目標 所以我拿了一個比較特殊的德陸1 那本身德陸1它有一個特殊的加速區間 我寫的是32.55級 而既然的話 由於它帶了一個推進系統修改1型 所以說它的一個特殊加速區間會達到6級 那這邊的話 加速的一個對比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所以德陸1跟既然這一個特殊加速區間的話 區別太大了 所以說沒什麼意義 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那我們主要還是看一下導船 導船的話 在引擎功率所花的時間相同的情況下 德陸1和既然這兩艘船是不是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我們再說一遍 它所花的一個引擎滿功率的時間是相同的 那推重比也相同 極速也相同的情況下 它們兩個是不是有區別 那顯然是有的 顯然是有的 你會發現德陸1就是停的頂幾難還快 這啊 我們再多找幾個 多找幾個目標和對象 去做一個歸納總結 歸納和統計 作為一個米高羊和美洲豹 一樣的 它們的一個驅逐鍵和巡洋鍵 達到滿功率所花的時間不一樣 驅逐鍵是20秒和10秒 然後巡洋鍵是40秒和20秒 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米高羊的一個推重比是比美洲豹多了4 多了4 常速的話是一樣的 但是 但是 美洲豹加速還是比米高羊快 還是比米高羊快 只是達到極速的話 所花的時間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 感覺排除掉這一個 引擎拳功力所花的時間不同之外 真的向前的話 區別真的不大 真的不大 那我們再看一下稻存 稻存的話 美洲豹確實還是道德比米高羊快 不 就算米高羊的推重比比美洲豹大 但是美洲豹的減速 就是比米高羊快 我們再繼續找其他的目標 其他的目標 那我再拿武賴跟春雨 他們兩個的話 行數不一樣 但是推重比比較相似 然後我在武賴身上也裝了一個 推進系統修改型 讓這個巡洋艦和驅逐艦他的一個 達到引擎滿功率的存放時間相同 但是武賴由於裝了一個推進型 修改衣型的話 他的一個特殊加力區間會比春雨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發現武賴在全程 全程會比春雨高那麼幾 一兩節啊 一節多 但我沒有想到的是 武賴作為一個航速較快的巡洋艦 居然比春雨這一個低航速 還更快的達到了這一個極速 春雨的話還少了4秒 4秒 所以測了這麼多 我覺得向前出力的話 可能在艦種之間不會有很明顯的區別 我們再測一下 最後測一下 這一個停存的區別 本身作為武賴作為一個航速較快的存 他推重比比春雨也就多一點點 那按理來說 如果向後出力的話 沒有區別 春雨是不會跟武賴拉開這麼大的差距 但是很顯然春雨的停存速度和這一個所畫的時間 就是比武賴少 那根據這些現象 我們或者說我個人的話 是歸納出艦種之間 如果不考慮引擎滿功率手畫的時間 不同的情況下 其實向前出力的話 就是看推重比 但是向後出力的話 艦種之間就是有比較明顯的區別 那這個的話 我後期還會再做視頻去做測試 去看一下解包和數據上 就是艦種之間 或者說春雨武賴這些船的話 有什麼區別 那後面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吧 點贊關注會不會啊 你又想什麼 我想寫高興的事情